英国有这么一些案件 一名男子精神失常杀死了他的妻子 随后在浴室里自己 在警方进入调查后 在遗书的内容中发现 造成这一惨剧的根本原因 竟然是一种植物 日本虎杖 对于英国来说 日本虎杖是字面意义上的大毒草 这种植物自19世纪被高调引入英国以来 其强大的生命力和破坏力 把英伦三岛的居民给恶心坏了 就如同名字 日本虎杖原产于日本 是一种鲲棵核手屋植物 在中国也叫做日本鲲 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有着中空的茎和新型的叶 在开花的夏末和秋季 那绿叶红茎加上一串串小白花 足够让严控人士一见清醒 好巧不巧 最初就是英国人瞅着玩 还挺好看的给引进过来了 19世纪中期 一位德国植物学家注意到了 在火山边上长势喜人的日本虎杖 之后便将这阿诺多姿的植物 运到了荷兰 1847年 荷兰农业园协会把日本虎杖 评为了年度最新奇观赏植物 三年后 英国皇家植物园 可算是得到了日本虎杖的标本 原意爱好者干脆安排一艘船 前里迢迢把日本虎杖 赢到了英国 日本虎杖就如此轻松地 走进了英国绅士们的庭院 当时没有人对其产生恐惧 都心想 嘿 不就是个草吗 不喜欢大不了 拔了扔了 再说这种漂亮的植物 还能加工做成家畜的饲料 岂不是两全其美 由于这种随意的态度 19世纪80年代 日本虎杖就逃离了花园的稚骨 成功扎根野外 当时他们也没有想到 这大费周章请来的 根本不是花仙子 而是个破坏王 被专程请来的日本虎杖 在英伦三岛那是撒了花一样的掌 据2015年的资料 楚奥克尼群岛以外 在英国不管住到哪 半径十公里内 绝对有日本虎杖他亲切的身影 不久后 他很快成为了英国最具侵略性的入侵物种 影响了各种生态系统 蓬勃生长的日本虎杖 抢占了陆生植物的资源 使其死亡 在水边他会因过于茂盛 遮挡了其他水生植物的阳光 还会降低河道承载洪水的能力 阻塞水道 最让英国人意想不到的是 只要日本虎杖一扎根 就没有他钻不透的墙 什么公路啊 桥梁啊 房屋啊 下水道都不在话下 因此日本虎杖成为了 名副其实的房屋杀手 他的破坏力 实际上来源于 他的超强生命力 一旦生根发芽 日本虎杖一个月就能长一米高 最终长到三到四米 他的根径对于各种土壤都能适应 什么酸碱 什么盐度啊 都能咬牙挺下来 而且他的根部极其发达 即使土里只剩不到一克 那就能春风吹有声 直到长成横七米 竖三米的恐怖根系 更恐怖的是 日本虎杖和其他相关植物 杂交也很容易 别忘了 人家原来就长在火山边上的 那边经常气候不稳定 植物还时不时的面临火山 给个灭顶之灾 恶劣的生存环境 让日本虎杖抓住一切的机会 努力生长 不管是路边 水边 还是露台 道路甚至是墙壁和地砖 他拼了命的 也要钻出一条缝来见太阳 由于对房屋的严重破坏 英国人实在恨透了日本虎杖 一旦院子里发现了这玩意儿 房子就会迅速贬值 曾有对夫妇的房子 原先估价是30.5万英镑 然而在遭到日本虎杖的侵蚀后 这房子也就值5万英镑了 更有甚者因其精神崩溃 就像是刚开始提到的案件 2014年 西米德兰郡有位男子 因为日本虎杖入侵 无法获得贷款 也没办法卖出去 最终偏执成狂 精神崩溃 杀了妻子在自杀 现在你知道英国人 为什么这么恨这玩意儿了吗 当然 请神容易送神难 英国人不得不直面 日本虎杖引起的诸多问题 如今 日本虎杖在英国属于受控废物 需要在许可的垃圾填埋场 进行处理 若是将它传播到他人的土地 当时有几种 烧 埋 喷农药 但鉴于它小强一样的生命力 处理也得找专家 普通人烧不注意 它就会卷土重来 当然 英国人也不是没有想过 用生物办法解决 2011年 他们引进了日本虎杖的天敌 一种日本本土的牧师 可小小牧师 再怎么想搞出一番大事业 也架不住他们的重生太过短暂 还没搞出大新闻就挂菜的牧师 就这么慢慢用生命堆砌堆堆 预计再过几年才能见效 2012年 英国为清除伦敦奥运会馆的虎杖 就花了7000万英镑 要想一股做起把这虎杖全部清掉 就得出15.6亿英镑 这实在是一笔大开销 而且说不定就算出了这钱 也打不赢这个翻身账 2015年 英国环境部门的官员 不得不无奈的说 英国政府已经放弃治疗了 英国人看似已经法国军理了 但他们还有个希望 那就是牧师种群 至于我们 根本不用担心 因为这种牧师在我国也活得好好的 能让房屋杀手收敛很多 最后不得不感慨一句 同样是来自日本的胡杖 还是动画的胡杖可爱一点